重大的寿司让小朋友想舔上一口 模型逼争的程度让人直呼夸张 大块鱿鱼 鲜虾 香菇和鱼肉寿司餐盒 经营剔透的鲑鱼卵寿司等 种类样式繁多的寿司让人目不暇挤 日本寿司博物馆名誉馆长日比野教授 策划了日本寿司文化的展出 展览室的展览室 多可能你来看看这些鲜虾 更多的解释事物的鲜虾 日本来到日本 还有一点几次你来看看 台湾必须受到变得没有鲜虾 所以请大家去看看 呢 不示威动画中共寿司枪出江湖时代 鱼市的繁华 在2000年前 人们发明了将食用于加盐 在米饭中发酵的做法 而在江户时代 演变为鱼 米饭 醋 蔬菜和干货 堆叠在一起制成 一直流传至今 我个人很喜欢イナリ汁喜 就是稻皮寿司 还有这个テカマキ 这个铁火卷 日比叶教授谈到这个文化的部分 我觉得蛮有趣的 刚化觉得寿司师傅隐笑 亲手为来宾做手握寿司 回转寿司也让人忍不住 要食指大动 也可以体验当起寿司店长 展现了日本寿司的 这个文化的起源 然后日本寿司的演变过程 不仅有模型 还有图画 还有各种的这个装置 非常欢迎我们视频朋友 来了解来参观 寿司寻回转 首站来到台湾新竹 让民众认识日本寿司 饮食文化外 也可以探寻在地 12家餐饮业者 日本海鲜祭的联名活动 实际前往品尝 体验日本新鲜水采 新唐亚太电视彭正前 台湾新竹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尽码 中文字幕尽码